中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 重申母人或機構凌駕在法律之上 又認為官員正確理解法制 對法治來說是非常重要 馬道立認為司法覆核或帶來不變 但可以維護公眾利益 促進社會大眾福祉 吳淑珊報道 2016年法律年度開啟禮 中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在大會堂檢閱警察儀仗隊 馬道立致詞的時候說 社會重視法治 必須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 以及法院怎樣秉行公義 究竟香港的社會上 是不是有人地位特別超然 馬道立引用基本法 對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以及對法律的規範 強調法律最基本的要求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馬道立多次提到 官員對法律的理解 非常重要 又強調司法覆核 是達到良好管治的指引 馬道立指出 決策者承擔問責 確守法律規定和精神 就可以體現法治 這個亦都是司法覆核案的精髓 案件難免會涉及政治經濟 但法院只是處理法律問題 訴訟各方的動機無關重要 但是在法律中的有可能會有 不合理 法律的法律 法律的法律 擔任全球的意見 和保護的好處 我們的社會 要是聘焦 與特朗的方式 前法律的法律 不會有助於 達到法律的法律 法律的法律 我重申這個點 法律的法律 都關於法律 而不是 不合理或不合理的 政治、經濟、社會議論 他又指出 法院認為申請司法覆核的人士 有合理可爭辯的理據 有實際勝算的機會 才會批出司法覆核許可 法庭程序公開透明 大眾有目共睹 他又表示 最近多項的司法任命 反映司法人員則數達到最高 司法機構向政府建議 改善法官服務條件 正檢討法官法定的 是退休年齡 NOTP記者 吳淑珊報道